这是贝基塔第三次重伤恢复 战斗力直接从3万2飙升到7万左右 而悟空常态下的战斗力则是9万左右 就在刚才贝基塔趁着古尔多不注意 直接出手将古尔多一击毙杀了 然而贝基塔不但没有高兴 反而露出更加凝重的神情 因为接下来轮到实力更强的利库姆出手 注意看影响孙悟范医生的行为出现了 只见利库姆战斗前摆出甘大的姿势 然而就是这些甘大的动作 却让远处的孙悟范牢牢地记在心里 反观贝基塔就没有这种闲功夫了 趁着利库姆摆姿势的时候瞬间爆起 此时的吉斯通过最新版的探测器得知 贝基塔的战斗力已经无限接近3万 然而贝基塔的气息还在不断地提升 最终利库姆发现贝基塔的战斗力定格在3万2的水准 这时贝基塔突然一拳将利库姆打飞 随后双手抱拳又将利库姆击落 然而贝基塔的攻击还没有结束 身影从天而降狠狠砸在利库姆身上 紧接着贝基塔又抓住利库姆的脚 让利库姆体验了什么叫无敌风火轮 最终贝基塔又放出一个大波进行赌刀 可没想到烟雾散去后直接傻眼了 单身久了都觉得利库姆风韵犹存 孙悟范直接被利库姆的姿势深深吸引 反观贝基塔就变得更加凝重了 因为自己的攻击并没有起到效果 突然利库姆快速上冲将贝基塔撞飞 愤怒的贝基塔杀了个回马枪 然而任由贝基塔如何攻击 利库姆都是一副弯弯的模样 可见贝基塔和利库姆的差距很大 毕竟利库姆的战斗力差不多接近5万 以至于贝基塔直接被利库姆一拳击落 贝基塔本想开展远程战 可没想到利库姆穷追不舍 突然利库姆的速度突然提升数倍 瞬间来到贝基塔的身后再次将其击落 然而利库姆并没有趁机进行赌刀 反而在空中一直观望着 贝基塔却趁机撞向利库姆 无法挣脱的利库姆一路上冲 但是很快贝基塔的燃油就耗尽了 上冲的速度已经被减慢了下来 反观吉斯和巴特看到这一幕 丝毫不担心利库姆的安危 这时贝基塔对着利库姆挥出树道拳头 没想到利库姆人还挺好的 竟然装出一副被打疼的模样 可突然利库姆抓住了贝基塔 看着贝基塔的小短腿竟然有些可爱 接下来利库姆带着贝基塔快速下冲 只见地面上传来一阵浓烟 当烟雾消散后看到贝基塔变成了萝卜 而利库姆则是变成拔萝卜的人 单手就将贝基塔拔了出来 看着贝基塔一副半死不活的模样 利库姆吐槽贝基塔是不是有点虚 听到这话的贝基塔可忍不了 直接对准利库姆放了一个大波 然而就在贝基塔以为能喘口气时 却发现利库姆依然一副精神被发的模样 此时的克林也已经看出 贝基塔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 一旦贝基塔被打败我们也将再接难逃 就在利库姆放出大波攻击贝基塔时 克林突然出手打断利库姆 孙悟范则是趁机将贝基塔解救了出来 要不然贝基塔绝对会死在这个大波之下 而贝基塔和孙悟范之间 也算得上是经历了生死与共的人了 反观被打断施法的利库姆 作为凶手的克林此时瑟瑟发抖 突然利库姆一脚踢出将克林狠狠踹飞了 当孙悟范来到克林身边查看时 发现克林的脖子竟然被踢断了 看到这一幕的孙悟范彻底的怒了 直接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可即便孙悟范获得大长老的开发 面对利库姆依然有着巨大的差距 只见利库姆快速地旋转 随后将孙悟范甩飞到空中 但是孙悟范却趁机施展魔闪光 利库姆的身影直接被浓烟吞噬 但是当烟雾散去后却看到 利库姆根本一点事都没有 孙悟范见状打算进行堵刀 可没想到利库姆吹出的一口气 竟然将袭来的大波吹飞了 孙悟范再次冲来一拳打脸利库姆 随后对准利库姆进行疯狂的输出 可即便利库姆趴着给孙悟范攻击 利库姆却吐槽着都是给自己挠痒痒 询问孙悟范难道没有吃早餐吗 随后利库姆一个肘击将孙悟范打飞 但是孙悟范可是打不死的小强 再次从深坑里爬了出来 紧接着又朝着利库姆冲来 可没想到孙悟范却一拳打空了 飞到空中的利库姆又摆出一个姿势 随后对准孙悟范施展了王子战法 面对大波的轰炸孙悟范只能不断闪躲 但是利库姆的王子战法过于猛烈 孙悟范本想来到空中避难却落入圈套 下坠的身体又挨了一招膝盖踢 随后利库姆双手抱拳将孙悟范击落 利库姆都以为孙悟范这次站不起来了 可没想到孙悟范实在是太顽强了 连利库姆都不得不夸赞孙悟范确实耐打 看着孙悟范再次朝着自己冲来 利库姆这次没有手下留情 对准孙悟范的脖子踢出狠狠的一脚 然而这一脚直接把孙悟范的脖子踢断了 这一次孙悟范已经站不起来了 看到这一幕的克林很是悲痛 自己只能看着悟范被打无法出手之远 可就在这时集思的探测器突然有了反应 只见空中又一道闪耀的光点经过 仔细一看竟然是悟空乘坐的飞船 经历七天时间悟空终于抵达那美克星了 只见悟空飞到飞船的上空 随后双目环顾四周感知悟范的气息 突然悟空感知到弗丽萨的强大气息 随后又感知到今有的气息 悟空震惊那美克星上还真是卧虎藏龙 可就在这时悟空震惊地感知到 悟范和克林的气息无比的微弱 于是悟空直接施展出戒王拳 一团红色闪光从吉斯和巴特面前经过 利库姆直接变成一个陀螺转圈圈 反观贝基塔看清了来人的面目 没想到上万公里悟空几秒就抵达了 这时悟空让克林稍等自己一下 因为悟空先要把自己的儿子救过来 但是孙悟范的脖子已经被打断了 给悟范吃 反观被无视的利库姆表示自己很生气 这时巴特也打开自己的探测器 打算看看悟空的战斗力是多少 结果却发现悟空的战斗力只有5000 反观吃下仙豆的孙悟范恢复了过来 让远处的吉斯和巴特感到无比的震惊 随后悟空又来到克林的面前 坦言克林是自己变成超赛的关键 赶紧拿出仙豆生怕克林突然嘎了 很快克林也将一颗仙豆吃下 下一秒克林就满血恢复站了起来 这一幕再次让吉斯和巴特震惊了 然而克林因为不知道悟空现在的强大 坦言仙豆给自己吃也是浪费 但是悟空觉得很值得 毕竟没有克林自己可无法变成超赛 这时悟空将手放到克林的脑袋上 随后在悟空的脑海中开始浮现各种画面 只要是克林这几天经历过的事情 都立马让悟空探查得一清二楚 当悟空得知整个事情的经过之后 立马拿出最后一颗仙豆 只见悟空没有犹豫将仙豆朝着贝极塔扔去 立库姆见状本想中途拦截 却让自己的牙齿又少了一颗 这是贝极塔第一次看到仙豆 悟空让贝极塔赶紧把仙豆吃下 犹豫不觉得贝极塔最终还是吃了下去 然而不吃不知道一吃下一条 贝极塔感受到一股惊人的生命力洗来 原本扁扁的肌肉瞬间爆炸性膨胀起来 感受着自己恢复如初的身体状态 贝极塔不敢相信世上竟然还有这种仙药 克林以为悟空这样做是想和贝极塔联手 可没想到悟空坦言这些人自己一人足以 说完悟空就朝着利库姆走了过去 利库姆看到悟空如此自信的神情 询问巴特悟空的战斗力是多少 巴特告知利库姆只有5000的战斗力 听到这个战斗力的利库姆一副失望的神情 唯独贝极塔知道悟空不是一位鲁莽之人 肯定是隐藏了大部分的战斗力 过于依赖探测器的利库姆却不知道这些 竟然还朝着悟空竖起了终止简直不知死活 可没想到悟空却很自信的说道 利库姆不是自己的对手 看到这么能装的人利库姆忍不住 一声怒吼朝着悟空快速重来 然而利库姆的攻击却落空了 克林等人都不知道悟空如何消失的 只有贝极塔的能看清楚悟空的动作 这时吉斯和巴特突然转过身来 发现悟空竟然就在自己的身后 愤怒的吉斯和巴特发起进攻 没想到两人的攻击也破空了 反观悟空已经回到利库姆的面前 此时的利库姆也看出悟空有点真本事 所以不再小瞧悟空而是开始认真战斗 只见利库姆散发出惊人的气息 贝极塔正好借此机会看看悟空的实力 可没想到就在利库姆要进攻的瞬间 悟空却提前一步对利库姆出手了 一招普通的肘击正面击中了利库姆 随后悟空还一副很抱歉的模样 坦言利库姆的破绽太多忍不住出手了 满脸震惊的利库姆就这样倒在悟空的面前 此时的吉斯和巴特因为实力太低 看不出悟空刚才的攻击有什么厉害之处 唯独贝极塔清楚悟空刚才的一击有多强 在悟空击中利库姆的瞬间 悟空的肘关节散发出一股内力 直接从内部将利库姆破坏 利库姆被打败之后轮到吉斯和巴特出手 两人都是号称宇宙中速度最快的人 在悟空的面前晃来晃去却被无视 于是施展王子战法对悟空进行猛烈的攻击 却令远处的贝极塔目瞪口袋 因为贝极塔发现面对刚才的攻击 悟空竟然在原地以极快的速度横向躲开了 地面上只留下三个斜印大小的印记 这时吉斯和巴特快速重来 两人一前一后堵截悟空 可没想到悟空仅仅凭借散发出来的气场 就把吉斯震飞了出去 巴特也被震飞了百米之远 因为悟空的战斗力达到了九万 比起两人足足高出了一倍 能将吉斯和巴特吊着打也不足为奇 这时巴特突然爆发出紫色的气场 吉斯也爆发出红色的气场 两人打算施展合击绝技流引电光闪 可没想到两人联手下施展出的攻击 竟然被悟空凝聚出来的气场挡下了 此时的吉斯终于开始慌张了 这时悟空一脚袭来直接踢中了巴特 悟空乘胜追击又施展一招轴击 最终巴特和当初的拿派一样被悟空举起 此时的克林和悟范已经看傻眼了 没想到如此强大的巴特就这样被打败了 看到这一幕的吉斯害怕的瑟瑟发抖 直接丢下巴特独自跑路了 反观此时的巴特其实还活着 就连利库姆也没有被悟空杀死 可就在这时贝吉塔突然进行堵刀 直接将巴特杀死了 随后又放出一个大波 利库姆也被彻底的杀死了 贝吉塔这个老六都没出什么力 就成功的拿下了双杀 反观此时的吉纽正在清点龙珠 就等弗丽萨回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可就在这时吉斯突然回来告诉吉纽 巴特和利库姆以及古尔多都被杀死了 听到这话的吉纽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 毕竟吉纽特战队可是宇宙中的精英 但是吉斯坦言自己可以对天发誓没有说谎 这一刻吉纽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以后就再也摆不出帅气的姿势了 愤怒的吉纽打算亲自出手会一会悟空 于是让手下先将龙珠埋起来 虽然现在只剩下两个人了 但是吉纽特战队的传统不能丢 周围的士兵看到这一幕尴尬的鼓掌 然而因为只有两个人的原因 吉纽觉得这次的姿势很有违和感 于是露出了愤怒的神情 随后吉纽一个暴气冲天而起 吉斯健壮也急忙跟了上去 因为悟空和背吉塔都会感知气的原因 已经知道吉斯和吉纽正在朝着这里飞来 下一秒吉斯和吉纽就出现在悟空的前方 此时的悟空能感觉到吉纽的实力很强大 吉纽的探测器也开始查探悟空的战斗力 最终却发现悟空只有5000的战斗力而已 然而吉纽不愧是一对智掌 看出悟空拥有隐藏战斗力的能力 并且猜测悟空的战斗力大概在6万左右 然而一脸自信的吉纽完全不知道 悟空真实的战斗力其实是9万 就在这时悟空打算兵分两路 自己和背吉塔负责对付吉纽和吉斯 克林和悟范则是趁机去偷家 说完克林和悟范一个暴气离开了这里 本以为背吉塔会留下来协助悟空 可没想到背吉塔这个老六 竟然趁机跑路让悟空一人独自面对 然而吉纽却抓住了悟空分神的机会 以极快的速度施展一招 肘击打中了悟空 倒飞出去的悟空刚稳住身体 吉纽就出现在身后继续攻击却被挡下 随后悟空调整好状态开始对吉纽进行反击 此时的吉纽对准悟空挥出数道拳头 但是都被悟空轻松地躲开 这时悟空踢出一脚却反而被吉纽甩飞出去 但是悟空借助前方的大山又杀了个回马枪 可没想到吉纽一个闪现却让悟空扑了个空 就在这时地面突然出现一动 只见吉纽从地下出现朝着悟空挥出一拳 来不及反应的悟空被打飞了出去 本想成圣追击的吉纽反而被悟空一脚踹飞 这次轮到悟空开始对吉纽成圣追击了 但是悟空的飞踢总是慢了吉纽一排 这时吉纽故意让悟空追赶自己 随后吉纽借助大树一脚将悟空踹到空中 紧接着又是一招战斗龙卷风击落悟空 可见只有9万战斗力的悟空不施斩界王拳 根本打不过拥有12万战斗力的吉纽 这时悟空再次朝着吉纽冲来 于是两人又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但是悟空毕竟和吉纽相差了3万的战斗力 以至于悟空打着打着突然被吉纽一拳击住 就连悟空都吐槽吉纽的这一拳很痛 而吉纽也大概摸清楚了悟空的实力 所以吉纽打算是时候结束战斗了 以极快的速度朝着悟空冲来 悟空见状也朝着吉纽冲去 吉思看着两道身影激烈的碰撞在一起 此时的悟空和吉纽已经打得天昏地暗 结果吉纽却发现自己没能拿下悟空 但是悟空的神情却变得无比的凝重 坚持这么久 但是接下来自己就要认真了 可没想到吉纽却傻眼了 因为悟空竟然也摆出和自己一样的姿势 结果悟空的脚还摆错了 可爱的悟空急忙纠正了过来 但是悟空却吐槽吉纽好奇怪 竟然会修炼这种奇葩的招数 听到这话的吉纽瞬间就脸红了 坦言这可是超级无敌帅气的胜利宣言 悟空也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结 坦言我们还是继续战斗吧 吉纽看着悟空如此自信的模样 于是告诉悟空一个震惊的消息 原来吉纽竟然和悟空一样 可以自由地控制自己的战斗力 听到这话的悟空感到无比的震惊 于是悟空主动向吉纽发起了进攻 两人再次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突然悟空一脚踢出竟然踹飞了吉纽 于是吉纽快速飞到空中 可没想到悟空的速度更快 吉斯感觉到不对劲也跟了上去 只见吉纽想追上悟空又再次被悟空甩掉 可没想到吉斯却突然插手 放出一个大波打断悟空 导致悟空一个不留神被吉纽抓住 因为悟空双脚离地的原因 导致身体很难使上力气 以至于悟空根本无法挣脱束缚 然而吉纽却没有因此感到高兴 反而将悟空松开了 这一幕让悟空都感到了震惊 原来吉纽也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不允许有人插手自己的战斗 甚至放出一个大波警告吉斯 悟空看出吉纽为人不错 打算稍微展现一下自己的实力 让吉纽用探测器好好看一下 此时的吉纽还不以为然 认为这是悟空临死前的大话 可下一秒悟空突然施展了戒王拳 探测器的反应让吉纽露出震惊的神情 因为悟空的战斗力随着戒王拳的施展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开始飙升 吉纽通过探测器发现 悟空的战斗力从9万开始 正在以1000的增幅快速地提升 但是悟空的戒王拳还在继续 就连远处的吉斯也被这一幕惊呆了 吉纽发现悟空的战斗力已经达到10万 可随着悟空继续怒吼 战斗力已经和自己吃平了 憎怒的吉纽直接搬起石头 随后朝着悟空砸了拐 可没想到戒王拳所产生的气场 直接将石头变得粉碎 不甘心的吉纽又放出大波攻击 可没想到依然被强大的气息阻挡在外 随后悟空一个爆气将所有的大波震飞 这时悟空又是一声怒吼 戒王拳已经提升到两倍的程度 最终吉纽的探测器终于停止暴数 但是探测器上却显示悟空的战斗力 竟然达到了令人震惊的18万 悟空看到吉纽已经被吓傻了 所以将借王拳状态解除保存体力 看到这一幕的吉纽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两眼放光仿佛发现了大宝藏 其次看到吉纽如此反常的模样 立马猜测到吉纽要施展那个招数 只见吉纽突然握紧自己的拳头 并且拳头上还散发幽光 悟空还以为吉纽要对自己发起进攻了 可下一秒吉纽不是攻击悟空而是攻击自己 甚至觉得伤口不够深又加大了力度 悟空看到这一幕都被惊呆了 不明白吉纽为什么要这样做 突然吉纽施展灵魂转移大法 悟空的灵魂直接被迫显现了出来 这时吉纽从嘴巴里喷出一道光芒 随后这道光芒竟然喷进悟空的嘴巴里 紧接着奇怪的一幕发生了 悟空和吉纽的灵魂进行了交换 当光芒消散后悟空露出一副邪魅的笑容 反倒是吉纽一脸震惊地指向悟空 这时吉斯竟然主动来到悟空的身边 原来此时的悟空竟然是吉纽 因为刚才的灵魂交换 让吉纽占据了悟空的身体 反观此时的吉纽才是真正的悟空 难怪吉纽刚才会主动攻击自己 然而吉纽却犯了一个错误 竟然没有杀死悟空就离开了 此时的悟空发现吉纽去追赶悟反 所以也顾不上身上的伤势 朝着吉纽离去的方向缓慢追去 另一边克林和悟反成功偷驾 孙悟反根据手中的龙珠雷达 七颗龙珠很快就被克林和悟反挖了出来 却不知道贝吉塔这个老六在暗中看着 贝吉塔没有出手 而是等克林说出咒语 只见克林开始手舞足蹈 喊出了召唤地球神龙的咒语 然而令克林和悟反尴尬的是 七颗龙珠一点反应都没有 可就在这时克林察觉到有人靠近 龙珠都还没来得及收起来就躲到石头后面 然而当克林看到来人是悟空之后 立马从石头后走了出来打招呼 完全不知道此时的悟空就是吉纽 只见悟空一巴掌将克林拍飞 幸好吉纽还没有适应悟空的身体 导致克林并没有被打成重伤 但是吉纽还不知道这点 以为是克林皮糙肉后导致 这时孙悟反站了出来询问吉纽是什么人 为什么和自己的爸爸长相一样 然而吉纽没有立马回答悟反 而是做出了吉纽特战队的专属登场姿势 随后才告知孙悟反自己是吉纽 得知情况的克林和悟反都无比的震惊 然而暗中观察的贝吉塔并没有出手 而是看着吉纽一人独占克林和孙悟反 就在这时吉斯发现远处出现一道身影 克林和悟反以及吉纽都停止了战斗 连来是悟空也跟了过来 随后悟空将事情的经过告知克林和悟反 得知情况的孙悟反一脸愁容的模样 想到以后要和这样的爸爸生活 不但自己感到害怕 估计连琪琪都要提出离婚 以至于孙悟反都着急地哭了出来 可这时悟空却告知悟反 吉纽还没有适应自己的身体 现在和克林联手是能打败吉纽的 然而听到这话的吉纽却笑了 坦言自己现在可是拥有18万的战斗力 说完让吉斯打开探测器看看自己的战斗力 只见吉纽开始怒吼将自己的气息提升 随后一股金色的气场开始弥漫身体四周 克林和孙悟反也被震惊到 因为吉纽的战斗力正在快速地提升 这时吉纽询问吉斯 自己现在的战斗力是多少 然而在吉斯的探测器 吉纽此时的战斗力只有2万3 此时的吉斯还以为探测器是不是出故障了 反观此时的吉纽有些不耐烦了 让吉斯赶紧把自己的战斗力说出来 随后吉斯大声说出2万3的战斗力 还没反应过来的吉纽哈哈大笑 还以为是23万 让一旁的克林都有些无语了 但是很快吉纽就察觉到不对劲 一脸疑惑地看向吉斯 随后再次向吉斯确认 自己的战斗力是多少 吉斯依然说出是2万3的战斗力 这时悟空告诉吉纽 因为吉纽还没有适应自己的身体 所以无法发挥出这具身体原有的实力 听到这话的吉纽无比震惊地愣在原地 然而克林却趁此机会双手抱拳打费吉纽 紧接着克林和孙悟范乘胜追击 只见孙悟范趁着这个机会暴打轻跌 这狠辣的模样一点都不留情 吉纽直接被打得节节败退 因为克林和悟范都获得大长老的开发 两人的实力基本都和吉纽相当了 以至于吉纽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另一边贝吉塔突然来到吉斯的身后 本想逃跑的吉斯很快就被追上 可以看到吃下仙豆恢复后的贝吉塔 已经能轻松地碾压吉斯了 贝吉塔一个大波就将吉斯杀死 反观克林和孙悟范的战斗还在继续 然而吉纽因为战斗的原因 对悟空的身体适应程度越来越高 以至于克林和孙悟范反而逐渐落入下风 悟空看到事情有些不妙 要是继续拖下去就危险了 于是悟空也加入了战斗 本来这应该是一件好事 但是这画风怎么看都觉得有些违和感 并且下一秒悟空三人直接被吉纽顽虐 原本重伤的悟空情况变得更严重 可没想到贝吉塔却突然施加援手 吉纽虽然能打败克林和孙悟范 但是面对如今的贝吉塔只有被虐的分 就连悟空都感到无比的震惊 因为贝吉塔三下五除二 吉纽就被打得四肢瘫痪躺在地上 然而就在贝吉塔打算进行捕刀的时候 吉纽却突然笑了 再次施展出灵魂转移大法 可没想到悟空却趁着这个机会冲了上来 成功帮助贝吉塔挡下这次灵魂交换 于是悟空的灵魂再次回到自己体内 吉纽的灵魂也回到原本的身体 此时的吉纽很是不甘心 兜兜转转又回到原点 这时吉纽看向贝吉塔 打算和贝吉塔交换身体 不知道情况的贝吉塔朝着吉纽冲来 看到这一幕的吉纽反而笑了 然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悟空将手中的青蛙朝着贝吉塔扔去 看到这一幕的吉纽傻眼了 自己竟然和青蛙互换了身体 最终我们看到史上最强青蛙诞生了 而鸡牛此时则是瑟瑟发抖 贝吉塔本想将鸡牛踩死 但是悟空觉得鸡牛都这样了 就让贝吉塔留鸡牛一命 没想到贝吉塔还真听了悟空的话 就这样鸡牛成功以青蛙的模样活了下去 但是对付弗丽萨还需要悟空的力量 所以贝吉塔带着悟空来到飞船内部 重伤的悟空睁眼一看 却看到所有小孩子都害怕的东西 虽然悟空已经成家并且有孩子了 可面对打针还是一副要死要活的模样 即便是贝吉塔也拉不住重伤的悟空 结果贝吉塔却告诉悟空不需要打针 这才让躁动的悟空安静了下来 很快悟空就被放进疗养舱里治疗 坦言只需要一个小时就能完全恢复 随后贝吉塔又开始在飞船里捡装备 把两件战斗服扔给克林和悟反 很快克林就解锁了崭新的皮肤 防御力瞬间增加了999 这时克林想到要想召唤神龙 就必须得到那美克新人的帮助才行 于是克林开始外出去寻找幸存者 反观孙悟范则是负责在飞船外警戒 可以看到此时的孙悟范 已经开始被基纽特战队影响了 脑海里已经开始出现不正常的想法 可就在这时贝吉塔发现身体出现了异常 看来和吉斯以及基纽的战斗过程中 让贝吉塔受到了一些内伤 于是贝吉塔打算和悟空睡在一起 将手中的闹钟调整到30分钟 然而贝吉塔不知道自己这一水 让原本只有7万的战斗力 直接飙升到30万左右 另一边克林在途中竟然找到了天天 两人高兴的双手紧握永不分离 反观孙悟范则是坐在龙珠上发呆 却不知道其中的一颗龙珠突然移动了 万万没想到罪魁祸首竟然是基纽 没想到当初18万战斗力的基纽 如今竟然被一个小小的勾和难住 就在这时基纽觉得背后发凉 原来是孙悟范发现了基纽 曾经威风凛凛的基纽如今瑟瑟发抖 而孙悟范也认出眼前的青蛙 其实就是交换身体失败的基纽 身份被识破的基纽变得更加慌张了 趁着孙悟范不注意四肢发力赶紧跑路 看到基纽逃跑了孙悟范并没有追上去 此时的基纽还以为脱险了松了口气 可没想到基纽却遇到更危险的事情 一只粉色的青蛙被基纽的帅气迷住了 反观此时的基纽则是被吓得满头大汗 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开足马力赶紧跑路 然而爱情的力量是强大的 粉色青蛙一直对基纽穷追不舍 不出意外基纽最后肯定是失身了 另一边克林带着天天成功和悟范会合 随后孙悟范发现贝基塔正在熟睡 下一秒三人就带着七颗龙珠直接跑路 来到一处僻静之地后 克林让天天赶紧召唤神龙 原来召唤神龙需要纳美克星的语言 在天天的帮助下七颗龙珠有了反应 随后一道金色的光柱直冲云霄 纳美克星的神龙终于被召唤了出来 这神龙不但身形巨大肌肉感更是爆棚 通过天天得知这只神龙名叫波伦加 并且还能实现三个愿望 与此同时远处也有一道身影发现了神龙 只见金牛的眼角尖不但残留着泪水 证明金牛的这副身体已经不纯洁了 这时波伦加询问要实现什么愿望 天天也将这个问题抛给了克林和悟范 结果在戒王星上却已经闹翻天了 因为死去的雅木查等人都想接机复活 可就在这时比克却站出来 让悟范将自己复活 并且将自己传送到纳美克星上 不得不说轻跌就是有优先的权利 波伦加的三个愿望 比克就用掉了两个 与此同时弗利萨正朝着克林这边飞来 熟睡的贝基塔直接被弗利萨的气息惊醒 随后贝基塔发现整个天空都变暗 当贝基塔来到飞船外后也发现了神龙 没想到自己竟然被两个小鬼偷驾了 愤怒的贝基塔朝着神龙的方向飞去 下一秒克林和悟范就露出恐惧的神情 因为贝基塔散发着无穷的杀意 正朝着自己缓慢的走来 就在贝基塔打算要杀死众人时 悟范急忙说出还有一个愿望能使用 于是贝基塔直接威胁天天 让天天赶紧帮助自己许愿获得永生 面对杀害族人的凶手天天本不想答应 但是克林却劝说天天帮助贝基塔 然而就在天天要许愿的时候 波伦加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原本明亮的双眼竟然变成了空洞 随后我们看到波伦加变成一团气体 最终直接消散在天地之间 龙珠也变成了普通的石头 原来是大长老的寿命走到了终点 从而导致龙珠也无法使用了 此时的贝基塔无比的愤怒 没想到即将到手的鸭子竟然飞走了 可就在这时克林又露出恐惧的神情 原来是弗丽萨终于赶到了这里 不得不说弗丽萨的气场就是强大 直接让贝基塔三人首次感到了绝望 并且弗丽萨和贝基塔同样愤怒 明明是自己率先及其气克龙珠 结果却被别人摘了桃子 但是贝基塔自从睡了一觉之后 战斗力直接飙升到30万以上 以至于贝基塔有了挑战弗丽萨的信心 弗丽萨吐槽贝基塔几日不见胆子变肥了 二话不说直接爆发出惊人的气息 可没想到贝基塔却没有感到害怕 而是任由弗丽萨在自己的面前抱起 突然弗丽萨朝着贝基塔冲满 可没想到贝基塔竟然接下弗丽萨的拳头 这一幕直接让弗丽萨有些震惊 可接下来贝基塔又接住第二拳 随后两人开始了激烈的力量比拼 此时的弗丽萨无比的震惊 因为贝基塔的战斗力已经达到20万以上 随着两人的力量逐渐提升 地面已经开始承受不住这股威压了 这时弗丽萨又发现贝基塔的战斗力 竟然已经提升到30万的程度 然而贝基塔的战斗力还在继续攀升 最终探测器达到极限爆表了 要知道悟空施展两倍借王拳 战斗力达到18万都没有爆表 再加上弗丽萨第一形态是53万 而贝基塔此时是有些喘气了 说明贝基塔的战斗力在45万左右 但是弗丽萨丝毫没有慌张 坦言贝基塔很幸运能看到自己的变身 只见弗丽萨的身上散发出惊人的霸王色 这就是宇宙帝王所带来的绝望 就连贝基塔此时也无比的震惊 只见弗丽萨已经变成大头儿子的模样 细小的长腿瞬间变得粗壮 并且弗丽萨的体型逐渐变大 最终我们看到弗丽萨的模样 已经和第一形态有着天差地别了 缓慢站起身的弗丽萨散发出惊人的压迫感 此时的孙悟范都不自觉地后退 一旁的克林也是瑟瑟发抖 这还是贝基塔第一次看到弗丽萨变身 完全没想到变身后竟然会如此强大 这时弗丽萨大发善心 告诉贝基塔等人自己现在的战斗力 已经达到100万以上了 听到这恐怖的数字之后 贝基塔都忍不住爆出了国粹 突然弗丽萨一个爆气朝着克林快速重来 克林的身体直接被弗丽萨贯穿了 但凡悟空要是在场的话 绝对能变成超级赛亚人 白白浪费了克林的这次几天 这时弗丽萨摇晃着脑袋 将克林晃来晃去很是享受 很快弗丽萨就发现克林不动了 觉得没意思后就把克林甩飞出去 弗丽萨的行为把孙悟范彻底地惹怒了 第二形态的弗丽萨竟然来不及反应 不但被踢了第一脚 还被连续拳不断攻击 此时的弗丽萨都蒙圈了又被一拳击中 紧接着又承受了孙悟范的无影脚 弗丽萨直接从空中下坠 没想到孙悟范愤怒之后这么凶猛 迎练一个大波让弗丽萨狠狠摔在地上 然而孙悟范的愤怒还没有罢休 一招王子战法继续补刀 弗丽萨所在的位置直接被狂轰乱斩 站在孙悟范身后的背脊塔都被惊带了 甚至觉得最接近超级赛亚人的人 不是自己也不是悟空而是孙悟范 因为孙悟范在愤怒下 所爆发的战斗力竟然达到80多万 而弗丽萨已经被轰炸了一分钟 这时孙悟范开始凝聚自己权力下的一击 竟然不是龟派气功而是魔闪光 只见孙悟范一声怒吼将魔闪光扔了出去 整个世界瞬间变成了红色 然而这抹红色代表了孙悟范的怒火 经历了刚才疯狂的攻击之后 此时的孙悟范已经耗光了所有的怒气质 反观弗丽萨则是狼狈地躺在地上 看到这情况的贝吉塔很是震惊 说不准联手孙悟范能将弗丽萨打败 于是贝吉塔来到孙悟范的附近 让孙悟范赶紧捕刀 因为弗丽萨还没有死去 果不其然弗丽萨很快就重新站了起来 这一幕让孙悟范和贝吉塔都瑟瑟发抖 因为弗丽萨承受了刚才的攻击后 同样被孙悟范无礼的行为惹目了 贝吉塔深知弗丽萨要开始认真了 以至于脸色都开始冒出了冷汗 只见弗丽萨快速来到孙悟范的面前 贝吉塔刚想让孙悟范赶紧逃跑 结果花一刚落孙悟范就被拍飞出去 随后又被弗丽萨一个膝盖踢击中 弗丽萨坦言自己会慢慢折磨孙悟范 说完一脚踢出轮到孙悟范狠摔在地上 然而弗丽萨不知道自己的后背露出了破绽 只见贝吉塔趁着这个机会 双手凝聚了两枚大波 随后对准弗丽萨报射而出 看着弗丽萨被自己的大波正面击中 贝吉塔露出一副得意忘形的笑容 甚至吐槽变身后的弗丽萨也不过如此 可下一秒贝吉塔就笑不出来 因为贝吉塔的前方出现了弗丽萨的身影 看模样刚才的攻击对弗丽萨一点用都没有 甚至被弗丽萨吐槽是给自己挠痒痒了 吓得贝吉塔露出无比恐慌的神情 但是弗丽萨并没有理会贝吉塔 反而来到孙悟范的面前 孙悟范见状立马冲了上去 结果弗丽萨双手插腰躲开了所有攻击 认由孙悟范如何努力地攻击 弗丽萨都是一副游刃有余的模样 反倒是孙悟范被一个膝盖击中 随后弗丽萨直接抓住孙悟范的脑袋 紧接着又将孙悟范扔到地上 弗丽萨抬起脚狠狠地踩了上去 就在弗丽萨要踩爆孙悟范的时候 一道气园斩突然袭来 拥有百万战斗力的弗丽萨 尾巴竟然被斩断了 亚齐落被钥匙在肯定检来考着试 反观弗丽萨则是一脸震惊的模样 原来刚才的气园斩竟然是克林发出的 弗丽萨看到是克林更加震惊了 不明白重伤的克林怎么又满血恢复了 这时克林又连续施展了三道气园斩 即便是弗丽萨也不敢正面硬扛 克林健壮又施展一道气园斩 只不过这次的气园斩瞬间变成十道 因为有前车之剑的原因 此时的弗丽萨也只能不断地闪躲 可见气园斩不愧是龙珠里排第一的招数 看到弗丽萨如此狼狈 克林很是得意 于是便有了克林的经典名场面 18号看到这一幕都忍不住脸红 无比愤怒的弗丽萨直接朝着克林快速重来 克林也知道自己不是弗丽萨的对手 所以也只能尽量地拖延时间 另一边天天来到孙悟范的面前 原来克林之所以能满血恢复 竟然是因为天天拥有治愈能力 不到一分钟孙悟范也恢复了过来 然而这一幕贝基塔正好都看到 以至于贝基塔突然有了一个想法